八掌揮下面 連老闆還搶下他的帽子往地上扔 看對方沒有反擊 並門家力繼續攻擊 被害人終於克制不住怒火 手中緊握身上鑰匙 瘋狂揮拳 把身材魁梧的炸擊店 老闆打得頭部練步全都掛彩流血 過程驚悚 嚇得檳榔攤女店員 趕緊關門報警 二十一號晚間新北市中和一間 檳榔攤門口爆發流血 衝突 原來是因為在附近 開麵店的林老闆 閒隔壁炸擊店音樂太吵 客人上門都會抱怨 溝通多次 對方卻置之不理 兩人狹路相逢 炸擊店李老闆因為身材壯碩 將對方打趴在地 隨後林老闆立刻拿起身上鑰匙反擊 劃傷對方頭部及臉部 鮮蝦農湯加上獨特新加坡味 當事麵店在中和地區小有名氣 上過不止一次新聞版面 表面風光私下卻一堆恩怨 他說要先殺我全家 你要不要動手 頭頂眼皮耳朵臉頰全包上紗布 炸擊店老闆喊冤會先動手揍人 完全是因為對方言語恐嚇 但他自己本身也有傷害前科 而另外拿鑰匙攻擊的林姓麵店老闆 四十八歲有傷害及竊到前科 兩人明明是鄰居卻當街戶毆 現在雙方都要提告也徹底打壞 多年鄰居情 記者姚立翔 坦克萌新北市採訪報導 約2 0 2 2 U